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聪 今天是什么做呢 今天要开箱我的新电脑 那为什么又要有新电脑呢 大家知道快来夏天 作为一个对温度有要求的男人 基本上超过25度 我都不会出街 所以就需要多一部电脑 让我可以安装家中间 都能够努力工作 都是那句啦 懂的就知道什么了 如果不懂的就不要紧 因为我都不懂的 但我知道的就是一个字 净 至于显卡 今次又升级了Galaxy的RTX2080 在画面上的质素 就再提升了一个级数 那讲完就讲一讲外面 大家可以看到 今次电脑的主题 是以白色为主 主要是要配合 像我个人那样 这些白无瑕和纯洁 而这次除了屏幕之外 所有的东西 机箱、公司、耳机、耳机架 MousePad、T-Bot 全部都用Corsair 因为我可以一次过 用Corsair的程式 控制它们所有的发光方式 发光模式 是非常之方便 现在就逐样跟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是个Mouse 白色为主 两边灰色的部分 是磨砂质感 起到防滑的作用 手感也舒服 旁边的键 也可以给你自己设定用途 平时上网也可以用快速上一页下一页 上工偷懒射网是必备的 至于追击键 可以给你玩枪游戏的时候 立即由高速移动 转为追击模式 一枪打包到镜头 顶部的键 可以立即调整滑鼠的DPI 即是它们的灵敏度 或者你不喜欢的 一样可以自己设定 有好的Mouse 又怎可以没有Mouse Pack 同样有RGB 15个区域的灯光 硬身的设计 以及有USB插位 方便有限位 正所谓左Keyboard 右滑鼠 专为电竞而设的Cherry銀族 加上银白的配色 就算不发光 都已经非常抢眼了 而作为一个有想法的物源 即是片剧 我们需要长时间打字 所以手托是非常重要 表面由三角形组成的凹凸链 在防滑之外 还起到透气作用 接着就是耳机 声音方面 有无二度比7.1的声道 而我自己比较紧张就是收音的部分 有看过直播的朋友都知道 之前用这个耳机直播的时候 它声音的质量是非常好 而且这个位置我自己很喜欢 它可以任意调校不同的角度 我之前也有用过耳机 一般不用的时候 都是乱的 这次有Corsair的耳机架 就非常方便 除了可以挂耳机之外 它也有RGB 还有另外两个3.1的USB插位 接着就到这块了 这块可能大家不知道 这个就是Elgato的Steam Deck 对我来说很方便 可能我按个按钮 可能看Youtube 按个钮开个自己的频道 开个Game 开个Steam 那可能你会说 你直播就有用了 我也不直播的 但我想说 就算你不直播 这块也非常有用 甚至它可能会救你一命 为什么 你幻想一下 当你夜难人症 一个人在房间 你静悄悄大上耳机 另起刺根 然后迅速地打开你最熟悉的网站 准备接受一场音乐的洗礼 突然间 有人开门进来 问你在做什么 这个时候 你不想让他们知道 你在静悄悄 听着微辣的歌 你可以怎么做 给三秒时间你试一下 是不是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时候 如果你有Steam Deck 你就用信蕾不及掩饰的速度 一下子按下去的制度 然后瞬间切换成其他网站 例如BBC 接着就是发挥你演技的时候 没有啊 我看新闻 整个世界周围都打这张 好伤心啊 看到吗 就是这样 你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 在夜难人证的时候 浏览你最心爱的网站 大家知道 我平时有直播 一般都会打相机和人聊聊天 大部分时间都需要用到这张Capture Card 而今次都是用它们 但是不同之处 今次是直接内置了主机一边 我要用的时候 只需要把我的PS4直接插在主机上 不需要 再像之前那样 调调拼 方便些 到个屏幕 今次的屏幕是华锡ROG 27寸曲面屏幕 就是这样说 很难去说到分别给你听 真的有机会你试一试感受一下 我觉得是很不同的感觉 而我个人最喜欢 就是它除了27寸之外 就是它底部有一个发光投射的地方 再另外送多两块给你 一块 就是它们的Logo 而这块 透明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什么都没有 这块它就会给你自己去设计 你想要什么图案 然后装在屏幕下 当你用电脑的时候 你再看了一个 专属自己的Logo 的感觉 应该是非常之特别的 那最后 要多谢香港终端 因为今次这部电脑 就是它贊助给我 那大家之后 如果想买任何的电脑产品 或者砌机 都可以去他们的网站 看看 网上订购 然后送货到你家 还有现在你砌机 用我独有的优惠曲 加冲食招 那就可以免购这个砌机费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多谢各位朋友 那喜欢我的朋友 就继续喜欢我 多谢各位 拜拜